教室后方两名男学生突然打了起来 铁心教授穿着蓝色背心的同学被摔倒在地 恼羞成怒拿起一旁的椅子就往对方砸过去 被对方推开后他接着又来个飞踢 两个人就这样你一拳我一脚 在教室后方的空地扭打成一团 但一旁同学不是站在一旁围观 就是拿起手机录影 完全没有人上前阻止 这起打架事件就发生在桃园一间国中校园里 有同学把画面PO上网路后 引起外界关注 校方也赶紧对外说明 这一次是其中有一位 因为开玩笑有点过头了 导致另外一位同学感到不舒服 所以就发生了一个短暂的肢体冲突 只是原本单纯的肢体冲突 现在传出其中一位体型较胖的学生 疑似有长期遭到同学霸凌的状况 学校则是言辞否认 强调这只是偶发事件 我们了解说这一次的事件 其实是偶发的状况 不是所谓的霸凌事件 到底是开玩笑引发冲突 还是有学生找到霸凌 现在不得而知 只是在看看这激烈扭打的冲突场面 不管当事人还是其他目击同学 恐怕都已经在心里 蒙上了一层阴影 记者就自在聊一层 好友报道